这个老师一本正经的说 如果能把学校炸了就好了 结果轰得一声巨响 他带的班级还真被炸了 教室成了废墟 学生挂的一个不剩 老师肖恩吓得收工回家 可家里递上那坨狗屎 实在是让他心情烦躁 他随口说了句 结果这坨屎居然站了起来 一蹦一跳的就进到厕所 一个高空跳水落入了马桶 卧槽 这什么情况 我想你的心情就跟你第五个表情包一样 肖恩以为自己出幻觉了 想倒杯威士忌压压惊 但一不小心就把酒打洒了 他脑子闪过一个念头 看 果然自己没有超能力 接着他又挥了挥手 结果酒还真的回到瓶子里 看来肖恩还真有超能力 必须挥手才能使用 那要是自己真能心想事成 早上学校被炸 不就是自己干的吗 他赶紧许下愿望 让所有挂掉的人复活 结果停尸房里 一具具尸体忽然坐了起来 差点没把看识人吓死 这时屋外传来阵阵低吼 肖恩一看 活尸居然都到家门口了 他赶紧撤销愿望 活尸一瞬间就全都消失 他又想了想 为何不让昨天的爆炸事件发生 肖恩小手一挥 学校又恢复了原样 班里的学生全都好好的 这么无敌的超能力 要是这期视频点赞不外 肖恩就会给你的愿望全都实现 可他这超能力又是怎么来的 原来宇宙中有一批外星员 他们赋予了肖恩超能力 要是三天内 他用这个能力做尽坏事 那么地球就会损干爆炸 如果做的都是好事 那么地球就安然无恙 不过看肖恩这到处闯祸的样子 估计没有啥好结果 这不 他又让自己变成了总统 街上就忽然出现安保 把他拉进车里 一边探究博士 一边遭遇枪手伏击 吓得他赶紧顺一回家 肖恩拥有心想事成的超能力 他想着做个伟员 却直接变成爱因斯坦 他又小手一挥 八块腹肌轻松拿来 只见他邪魅一笑 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接着肖恩又许下愿望 让美女邻居直接出现在家里 卧槽 这么猛的能力 想要的人扣个一 见邻居发现了他 肖恩想让自己看不见对方 结果直接双眼失明 好吧 看来能力虽好 但用的人也得有脑 而身为老师的肖恩 带的那班学生 可一点都不让人省心 他许下愿望 让学生都变成乖乖仔 谁知再次看向班里 每个人都安静如鸡 白头读书 就连让他们读整本教材 都乐此不疲 面对平时见人就骂人 是牙签的校长 肖恩更是让对方 对自己百般医水 肖恩啊 你的很大 我会忍一下 不过自己有着如此神力 肖恩怎么着都耐不住 想告诉别人 他找到好哥们 当着对方面 就让一具骷髅模型 活了起来 满口说着胡言乱语 接着肖恩手指一挥 骷髅直接跳下了窗外 刚好落入了校长怀中 好哥们还是一脸懵逼 觉得肖恩是在耍魔术 于是肖恩又凭空拿出一束花 还把整间教室都填满了鲜花 这时校长拎着骷髅走进来 逮住哥们就是一阵乱骂 哥们赶紧指认凶手 校长一看 这不是我的大贵人肖恩吗 扔得真漂亮 哥们看着这一幕 这才相信了肖恩的超能力 哥们表示 既然这么神 那让女神直接爱上肖恩不就行了 肖恩刚许完愿望 晚上就门铃响起 女神果然来了 当场就跟她来了断狗啃是亲吻 不过女神的狂热追求者 却趴在窗外看到了这一切 肖恩看着窗外的大棒 她小手一挥 给我来个洛杉矶的天气 不好意思 不是跟那的石区一样 而是白天的天气 拥有如此神的超能力 衣服都能自动穿上 吃饭不用动手 勺子就自动喂嘴里 剑狗狗在旁边吹个不停 肖恩直接让她能够说人话 这晚肖恩邀请女神小美来吃饭 表示自己拥有神力 会让对方的办公室 变得高大上来证明自己 谁知小美的私生饭又来了 见两人牵起小手 她直接破窗进入 拿起枪就想干掉肖恩 小美吓得撒腿就跑 肖恩见识发动超能力 又是把男人撞上天花板 又是把他丢进花盆 还凭空交给男人100万美金 告诉对方自己只要挥挥手 就能实现愿望 男人立马来了邪念 趁肖恩转过身 就直接把他打晕抓走 肖恩被捆得动弹不得 男人用他的狗狗多威胁 令他实现自己的愿望 第一条是让所有男人 都变成老鼠尔大鸭掌 第二条则是所有警察 都穿粉色制服 第三条 只要给这期视频点赞评论 每个人的愿望都会实现 这时 小美发现自己的办公室 焕然一行 他这才相信 肖恩的超能力是真的 小美火速带着哥们赶过来 男人却命令肖恩 让肖美爱上自己 只见肖美猛地扑上去 肖恩抓住时机 把男人变成了科技群 并给肖美恢复原样 麻烦这才告了一段落 肖恩遭遇了种种坏事 他打算做点好事来贡献社会 他让所有国家 都不能以任何借口发起战争 谁知因为没有借口了 小岛国立马就对全世界发动了战争 他又要求扭转全球变弹 结果地球直接变成了冰河世界 肖恩打算撒手不干嘛 他将神力交给了狗狗 但这时宇宙中的外星人 见肖恩这三天做尽了坏事 打算毁掉地球 谁知狗狗这边一挥手 居然是把超能力的来源 全部毁掉 随着天空发出耀眼光芒 所有外星飞船里的神力装置 全部爆炸 外星人集体被反消灭 可真是有够搞笑 而这样一来 肖恩也不再拥有超能力 但面对女神小美 她还是靠着自己的魅力 俘获了对方芳心 单身狗都有办法 家里那只狗狗也有 那就是被变成科技的男人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电影叫做《魔法老师》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